关于海底的世界 小时候我常在电视节目中看到 无数未知的生物 在广阔的海域中 过着毫不自在的生活 但是 不知道你们看到这些画面 是什么感受 感谢观看 我自己觉得是很冒犯的 近期一部叫 《雨夜阴谋》的纪录片 在Netflix大火 一度登上搜索第一位 我和Grace 也有所耳闻 一起好奇地打开了这部电影 当时是一个深夜 我们看到了两点多钟 就是眼前的这些画面 让我们迟迟无法入睡 甚至开始了一段深深的讨论 最近几天 我不停地搜索 去了解海洋与人类的关系 如果你看到了这次视频的结尾 你就会知道 我和Grace作为一个我们从没想过的决定 电影由阿里的视角出发 去阐述一个他对海洋 以及未来的看法 起初是阿里对海洋的热爱 但随后他听到 无数的鲸鱼 因为海洋中的塑料垃圾而死亡时 他进一步了解到 地球上每年会产出 多么庞大数量的塑料垃圾 并将它们投放入海中 于是他成为一位反塑料的提倡者 尽自己的一点所能 去保护这片海洋 早上我还在担心 会不会拍到这个shot 就是捡垃圾这边 但实际上没过多久 我已经捡满一袋子的垃圾了 现在应该他们物归原处 但随后的新闻报道中 他得知 日本将重新开启捕鲸活动 即便国际上已经禁止 一切的捕鲸行为 所以他决定前往日本 泰迪丁去探索其中的原因 虽然困难重重 但阿里还是成功地捕捉到 一些人类与海豚争斗的画面 其中呢 人们可能为了将海豚 高价卖给海洋馆去表演 但实际上 大部分的海豚 在这个过程中 是不能被活捉的 平均每捉一只海豚 只有十二只海豚被杀害 那么阿里产生了疑问 为什么人类要杀害海豚 明明它们并没有价值 而且它们的肉也不能进行销售 结果发现当地人将鱼群减少的原因 怪罪于海豚吃鱼 尤其是吃吞拿鱼 那对它们来说 则是损失了一种巨大的财富 但众所周知 鱼群减少的原因 是人类过分的商业捕捞 于是过度捕捞成了阿里新的课题 如果你要问我最喜欢吃什么 我肯定毫不犹豫地说是鱼 出国后 我偶尔会奖励自己 吃一顿三文鱼 不管是下馆子 还是自己煎 而且我的童年记忆中 很大一部分都与鱼有关 不光是家里养过一条银龙 和一些热带鱼 而且老爷姥姥 也很喜欢孩子们回家 它们都会蒸一条鱼 具体来说是 葱油一条黄鱼 然后给孩子们吃 我现在还能想起 老爷蒸黄鱼的美味 就是鱼肉的油脂感 配上葱油的咸鲜味 再搭一碗米饭 就完美绝配 而且小时候 如果有隆重的酒席 不光是那一盘蒸鱼 是餐桌的主角 每人一碗的鱼翅汤 也是大人展示 他们慷慨的一种手法 现在这个情况好多了 但不知道还有没有存在 随后的影片 也提及到了这一点 阿里从日本来到了香港 除了捕捉到很多鱼翅的画面 他也了解到 鲨鱼是海洋中的食物链顶端 吃去了它们 可能会导致整个海洋的生态失衡 虽然人们现在可能不主动地捕捉鲨鱼 但鲨鱼还是会不经意的落入人类的鱼网中 这个行为呢被叫做bycatch 也就是意外捕捞 如果日本的捕鲸行为已经十分的严重 那意外捕捞上来的海豚 鲨鱼数量更为惊人 许多鱼在快速收网的过程中 可能因为水压的迅速改变 而使其内脏爆破 或者在鱼网里 它们互相拥挤 导致精神轮弯或者受伤 之后浮出了水面 它们无法正常呼吸 并且遭到人类残忍的对待 很多不被人类需要的鱼 在它们回归大海之前 可能就已经死亡了 同时阿里又发现 市面上有许多海产品 标有海豚安全的标签 如果这些意外捕捕捕是不可避免的 那这些海豚安全的标签又该怎么解释 随后呢 阿里就采访了一些环保组织的成员 发现他们也不能给出肯定的答案 并说出我在影片中发现最真实的一句话 那这些标签如果不能代表其本身的意义 那还有什么是这些环保组织向人类所隐瞒的呢 结果阿里发现 我们一开始关注的塑料污染的问题 其实只占据海洋被破坏的一小部分 更大一部分的污染来源于 人类每年所废弃的渔网 每年有更多数量的海龟被渔网所困住 每年有更大面积的海洋被渔网所包裹 而这些渔网往往很少被人类所收集 那这些信息往往没有在社会上被人们所提及 因为终结塑料污染协会是属于地球岛屿组织 而地球岛屿组织又是之前给公司 颁发海藤安全标签的组织 他们最终的目的就是增加海产品的产量 获得更多的收益 所以难免避重就轻 控制着媒体的信息 宣传塑料污染为海洋问题的主要原因 而不提及渔网以及过度捕捞的严重性 随着科技的发展 人类也制作出了更多更有效率的捕捞方式 除了给网子装上钩子制成钩网 也有更有效率的方法 那就是拖网 庞大的巨网只用一艘船就能拖起 在海里不做选择 一网凹起 寸草不生 网里面呢 有人们能拿来卖钱的鱼 有还没有长开的鱼宝宝 甚至还有人们没有见过的海洋生物 但最多的是人们不需要的鱼儿 它们只浪费了它们无辜的生命 人们关注着全球变暖 二氧化的排放 大家可能会想到砍伐树木 城市污染 甚至畜牧业 但是往往大家会忽略了 海洋以及海洋生物 对二氧化碳储存的巨大贡献 它们占据了全球最大的碳储存比例 失去它们后果不堪设想 如此严重的现象 为什么很多大企业没有站出来 敲黑板强调大家对海洋的认知 很简单 For the money 跟着金钱走 无法拒绝的金钱利益 是不能阻止渔业发展的主导原因 资本的力量推开前面一切的阻碍 它们以渔业是可持续发展为借口 继续扩大着它们对海洋的剥削 但实际上 捕捞所谓可持续发展的三维鱼 和捕捞那些宾威的蓝旗吞拿鱼 是一样的不环保 并且地球岛屿组织织续地给很多大公司提供 海豚安全的标签 为了让它们挣更多的钱 而且不法分子也会杀害监管它们的环保人士 为了让它们更好的挣钱 即使大家的生活看似和渔业无关 你所上线的税收 也是有很大一部分 政府将会拿来做为渔业的补贴 让渔业更加的繁荣 另一方面 也让大家所买的海产品 价格相对低一些 看似双赢的背后 其实承担压力的是大海中无数的鱼儿们 鱼业的膨胀就像当年美国的淘金时代一样 不停地扩张 人们也无法满足自己国家近海的海域 不断地向外扩大范围 其中非洲地区的海域成了人们攻击的目标 我们所熟知的索马里海盗 其实很大一部分 它们原先只是普通的渔民 因为外来入侵的高科技渔船 进入这片海域之后 它们在近海打不到鱼 所以它们不得不用减勾的船出远航去打鱼 但其中的生命危险是极高的 或者它们则摇身一变 变身为海盗 但这个后果一发不可收拾 而且在近海失去食物之后 它们开始尝试陆地上的野味 这也是当地爆发埃博拉病毒的主要原因之一 既然商业捕捞有这么多的危害 那为什么不选择用养殖的方式去解决 其实市面上大部分的海产品 已经由养殖业去提供 但是平均要养殖一公斤重的三位鱼 就要消耗1.2公斤的饲料 可是要生产这么多饲料 就要压榨并提炼更多的鱼 去作为饲料的原材料 并且为了提高生产效率 将如此庞大数量的鱼群 关在一个如此狭小的空间去培养 难免产生巨大的浪费 死亡、疾病、有机物污染的过度排放 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单方面的满足养殖业的需求 也无法停止大家对海洋的过度捕捞 而且在泰国 似乎逾业中存在着奴役劳作 黑社会的干预 以及政府的不恰当的保护 所以不禁将这一切都归功于眼前的利益 也让阿里这次的泰国旅行成为某些势力的眼中钉 于是导演从泰国中逃出 他似乎已经明白了这一场旅行 终将变成某种程度的无奈 他最后来到了丹麦的法国群岛 见证了不惊行为 以另一种方式继续进行着 人们为了传统 为了欢腾 为了果腹 所以鱼儿到底有没有感情 看见自己和同胞被杀害 会不会感觉到痛苦 人为了离开鱼 又会是一个怎样的世界 鱼给人体带来的营养 是不是早就已经被人为自己的污染 而玷污了呢 其实看完这部纪录片 我并没有对其中所列出的数字而感到震撼 事实上在我第一遍看完之后 我没有记住任何东西 但确确实实的给我一股冲击力 我能感觉到就在现在 此时此刻 有无数多的海洋生命 正在被人类的欲望 欲望 所剥夺他们的生命 我个人看完觉得不爽的是 我平时总是忘记 对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即便呢 你已经开始留意对塑料的使用 对水的珍惜 以及现在开始对垃圾的分类 但另一方面 我又很享受生活 给我带来的某些便利 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做的远远不够 所以我和Grace决定 如果休余期 是人们能想到的解决办法呢 那我们个人 是不是也应该停止或者克制 对海洋产品的消费 所以我们想决定 从今天开始到明年的今天呢 我们将不再购买 和接触任何的海洋产品 那我们想做个实验 如果人们能一年吃鱼 一年不吃鱼 这样反反复复 会不会让海洋 有一个喘息的机会 这部纪录片不光在国外 引起了很多争论 而且在国内的平台中 我在评论上也看到了 有很多讨论 我的印象是 在主流的正面评论中 也夹杂着大家说它数据不准确 然后夸大 以偏概全 甚至说它是一个素食食品的一个广告片 Propaganda Film 我觉得对环境味 自然味的纪录片 我觉得人们应该关注的是 人类对大自然的迫害 已成为现实 并且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解决问题 而不是去在乎这一部片子 作者到底从中挣了多少钱 或者是吹猫求其的说 这里面的数字 一定要精准到每一个百分比 因为我觉得在破坏力面前 一切具体的数字 它都是虚的 而其中我们量成的后果 才是最真实的 其实我理解大家为什么会有一个 反处的心理 因为作者最后简简单单的就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法 就是让大家不要吃鱼而已 但换一个思路 其实像大家之前关注的新疆棉 其实作为国人 我是一定程度上感到愤慨的 所以产生了抵制洋货 推广国潮的心情 那我们能做的就是简简单单的不买 所以这个行为看似理所应当 但是把同样的事情放在海洋上 放在鱼儿身上 对于简单的不吃鱼 我们其实会感到诧异 或者不理解 甚至觉得不可能 像我之前提到的 我就是吃鱼长大的 我觉得太荒唐了吧 但其实如果大家把一个地球 看成是我们唯一的国家的话呢 那我们做的每一件小事呢 都其实是对这个国家的守护 在我们看来 应该都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所以我也很佩服这部片子的创作者们 可以收集并且表达他们的观点 那如果大家还想看同样位型的纪录片 可以参考奶牛阴谋 或者是什么是健康 形式上都差不多 因为都是由一位producer去制作的 而这部片子 游业阴谋的导演 就是前几部片子的工作人员 是他们的剪辑师 虽然生活艰难 但是我对地球的未来 还是抱有信心的 如果大家看过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件 你就会知道 当时核爆发引起了多么大的惨案 导致森林涂炭 但是现在呢 郁郁冲冲的植物 动物 已经重归那一片土地去生活 所以我相信地球的治愈能力 大家只需要给它一点时间 让它休息一下 因为我们得到的已经很多了 尤其是最近的疫情 我接触海鲜的机会也比较少 一呢是它们比较贵 二呢是很难储存 那种买来就吃 涂个新鲜的机会比较少 因为基本上不出门 封城之后我在家中 我发现在生活中 我不需要这么多的食物 我和Grace从两个人吃两斗米饭 变成了吃一斗 最后现在只有吃半斗米饭 甚至更少 所以我觉得我在吃方面呢 是越来越简单了 而且国内近些年 有那种抵制浪费的口号 就是不让盛宴变成盛宴 我觉得这个做法就很舒心 因为我觉得吃一顿饭 光盘的那个时刻呢 是最让我安心的 这也可能是我以前 受不下来的原因吧 而且网络上有很多那种 极度舒适的视频 就是Grace很喜欢看 但对我来说 不浪费 就是极度的舒适 出国后我才发现 原来有这么多和我同龄的年轻人 是素食主义 似乎在我成长的环境里 我没有认识过一位 他们被称之为vegan 和我之前学习到的单词 vegetarian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vegetarian呢 还会吃鸡蛋和奶制品 但是vegan 则是不碰任何与动物相关的产品 这些年呢 我逐渐理解到了他们的做法 并且在我学会做菜的过程中 我也逐渐了解到了蔬菜的魅力 虽然现在我还是菜肉都吃 但是以后我会慢慢的调整吧 但我决定 今年不吃鱼和海鲜 我进入了我的休逾期 每个人如果都做着自己觉得对的事情 去保护地球 那明天肯定就会更好啦